在日常生活起心动念中修行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不仅是天天在念佛就算修行了 因为修行就是用佛法的道理来修正我们的身、口 以三页上的错误 我们身、口、以三页 也就是行为、言论、思想意识 这三页中以一页为主要 所以佛经上有比喻说 一页是统帅、身页、口页是士兵 士兵当然听统帅的指挥 一页不清静的人 肯定身页、口页都要犯贱 所以我们守戒呀 重点要放在一页上 这也叫做秦贼先秦王 我们的意念很不容易控制呀 所以佛经上说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佛法就是心法呀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嘛 如何降伏其心 净土法门当然也不例外 就是要我们能够降伏旺心 我们一天到晚 妄念没有一个时间停止过 甚至于晚上做梦 其实还是妄念的反应嘛 所以停止妄念很不容易 当然 我们能够认真念佛 念到一定的境界 肯定妄念会减少 梦也会减少 甚至于不会做梦 所以古人说智人无梦 以及境界比较高的人 心清静的人 不会做梦 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 想说一下 有些同修说 我只是想一下 又没有做 好像这个问题不很大 这个说法不对 只要你挤了一个妄念 就是一个种子落入八十田 妄念就是恶因啊 必然就要受恶报 我们常人的妄念 不出三毒五欲 将来必受恶报无疑 所以有一个妄念是因 将来或早或迟 就必然要结果 因为我们起的念头 我们不妨自己反省一下 恐怕都逃不脱贪 撑 吃与杀 盗 银 忘 当然受的都是恶报 所以三恶道的因 重得最多 我们只说今生 多生泪结的我们不晓得 所以佛经上说 如果罪业有形象的话 便虚空都容纳不下 你说我们的罪业有好多 退一万步说 我们起的是善念 善念也出不了轮回 善念你充其量就在三善道吗 但是念佛就不同了 念佛是敬念 敬念的果报就不再六道轮回了 所以要熄灭妄念啊 非常困难 修其他的法门 要断除烦恼或业 才能够说得上 开悟 正果 了生死 很难很难啊 要正罗汉果位 上根利器都要三生 顿根要六十个结 你想一下我们这些人做不做得到 这就是靠自立了生死 非常的难 净土是二立法门 是依仗佛力 这也是佛的最大的慈悲啊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生在末法时代的众生 上根少 不得薄 业障重 退缘多 所以 对于末法时代的众生 不依仗佛力 要靠自立了生死 更难 净土法门 因为要依仗佛力 所以 只要你能够深信 切怨 认真念佛 也就是只要你做到了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今生就可以了脱 因为这个靠的是佛力呀 所以 这个关键是 靠自立了生死 是要断除烦恼 而依仗佛力 只要能够扶住烦恼 这就大不相同了 关于断烦恼与扶烦恼 举个比喻 断烦恼就好比是产草除根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 我们年年都在产草 但是草每一年没有生呢 第二年都生了的 所以说 除根很难 只要你还有一点点根须没有清除干净 所谓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它第二年又长起来了 扶烦恼就容易 扶烦恼就好比是斑一个石头来把草压住 草并没有死 但是上面有一个石头把它压住的 所以它不能再生长出来 这个就叫做不起现行 不起现行的意思就是 现在不起作用了 我们能够让它现在不起作用 到了灵命中时 我们一念佛 佛号一起作用 就往生了 所以 只有念佛法门可以代业往生 业就是罪业呀 修其他的 法门 要使罪业没有清除干净 绝不可能了生死 当然 这个代业往生指的是代旧业 不是代新业 就是说 不能现在一边在念佛 一边又在造罪 你也绝不可能往生 有一首福祸祭 一念独心声 就是我们起一个妄念 我们的妄念不外乎是三独五欲 所以称为独心 积压一生佛 赶紧念一生佛号 起一个妄念 应该念十句佛号把它压住 恶言不出口 你的妄念起不起来 你当然不会放口业 恶口 两舌 其语 妄语 这四种罪业都不会犯了 损人事莫做 在行为上会损害别人的杀 道 隐等事情 都不会做了 以上四句 非常简明清晰地揭示了一句佛号就可以清净三页的道理 九九成自然 这个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 所以我们要长时间的这样去做 所谓习惯成自然 往生可待业 这就是待业往生的条件 是名符获法 这就是符获 降服现行烦恼的巧妙法门 真实秘密诀 这就是真实的秘诀 这个觊语 很好 这也是我们大家应该每天用意对照检查自己用功的一个标准 这对我们修行很有好处 我们能够经常用佛号来辅助烦恼或业 身心自然清净了 这样念佛 功夫就容易上路 也就很有希望达到一心不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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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